有民眾,去到法國大使館,或是法資超級市場加樂福示威 在安徽合肥市的示威,幾千人在加樂福門口聚集 到深夜才和平散去 加樂福要暫停營業,未知何時重開 吳子敏在合肥報道 幾千個在安徽市中心一間加樂福門口示威的民眾 都晚上都無散去,還發起遊行 遊行人士站滿加樂福隊開的六條行車線 走到加樂福門口又唱起國歌 有人駕駛車進來,還帶著一面大國旗到場支援 沿途都有人加入 有的士上的乘客亦都一起叫口號 而加樂福位處的商場附近站滿公安 同拍了十幾架泥頭車在這裏,不准示威人士走近 公安亦都站在行人天橋上,但就沒有了指示威者 有參與遊行的人說不滿法國當局 在聖火傳遞到法國時的處理手法 法國公安對我們奧運的支持 我們肯定要它進行,中國人都是團結的 這間加樂福已經暫時停業,未知何時重開 加樂福位處的國購廣場,整個商場暫停營業 而這裏對開的六條行車線也是封閉 部分示威者走到市中心附近的街道上遊行 有公安沿途跟著,但就沒有阻止 有線列士記者吳子文在安徽合肥報道 在武漢,亦都有千多人在加樂福門口聚集,磨平示威 當地的加樂福全一暫停營業 林建成在湖北,武漢報道 大約一千人早上9點左右 去到武漢市漢口武姓路的加樂福超級市場示威 當中不少是大學生,他們都是響應網上號召抵制法國貨 部份青年手持中國國旗 穿著射上反對撞毒,以及支持北京武運的T恤 加樂福全亦都沒有開門做生意 而大批警察就在現場戒備,並沒有阻止民眾示威 現場亦都沒有任何衝突 警員就用抗音器發出呼籲,要小心有人乘機搞事 你們今天上午的行為,依然影響了正常的社會時局和交通時局 我們現在所處的現場,人員只會鼓掌 不怕有些壞人和一些不有優先人困在那邊 你們會被人理由,現場執行編明記憶 對災人平高,閃落,逮捕老實力的人員 請鼓掌整治,依然接觸,發明又如何 示威到下午5點和平散去 今次反法國示威遊行,是在湖北首先引起的 原因是,有人在網上發放幾張相片 見到在武昌市的加樂福次級市場 滿自的中國國旗下半,觸發今次示威 有線電視記者林建成在湖北武漢報道 北京有市民去到法國諸華大使館,以及加樂福示威 他們說,不滿意法國對奧運聖火在巴黎傳遞的處理 亦都反對撞毒,陳月威在北京報道 一早就有一批市民拿著貼上反對撞毒標語的汽車 去到法國駐華大使館外兜圈 大使館外駐守大批警察 他們在車隊離開後,隨即封鎖現場 亦都派出大批配備防暴裝備的武警到現場戒備 之後陸續有北京市民帶著標語和橫壓到達 他們都不可以進入封鎖線內 在北京幾間加樂福超市門外,都有零星市民來示威 呼籲北京人不要去加樂福買東西 他們隨即被公安人員帶走 經過勸喻之後,他們在T恤外套外衣和平散去 在13號的時候,一個聲稱是法律系的女學生 帶著奧運聖火在法國傳送的時候 受到騷擾的照片來到這裡抗議 當時引起百多人來聚責,警察都勸喻她離開 有線電視記者一起為北京報道 法國加樂福集團主席杜蘭 接受一份法國報章訪問時說 加樂福集團非常認真看待中國的反法示威 又說示威至今未對加樂福的營業額造成重大影響 而加樂福的大股東,路易威登集團董事長阿爾諾 接受另一份報章訪問時,就表示支持北京駐辦奧運 說不應該抵制京澳 他又否認旗下路易威登集團曾資助達賴喇馬 強調他從來不會介入政治和宗教事務 先休息一會,回來會報道 歐美國家都有華人集會 抗議外國傳媒歪曲報道西方 二十六個男女,涉嫌管理和協助管理不道德場所 在法國巴黎,有大批華人和留學生在共和廣場集會 高呼口號和唱歌,支持北京奧運 各地華人舉行的集會之中,以巴黎的集會聲勢最大 集會負責人說,有六至七千人參與今次示威 示威者在集會上派發傳單,又舉行圖片展覽 展示奧運聖火在巴黎傳送時,受到干擾的情況 又抗議部分外國傳媒,在報道奧運聖火傳遞和西藏事件時歪曲事實 他們呼籲法國人民尊重奧運精神和中法兩國之間的友誼 在德國柏林,有三千個留學生和華僑遊行示威 他們手持中德兩國的國旗和標語牌,沿途大叫中國加油和一個中國的口號 示威者又不滿部分德國傳媒,對西藏暴力事件作出不實報道 奧地利首都維亞納,也有千多個留學生和華僑上街示威 在英國倫敦,三千多個華人去到英國議會大樓附近一個廣場集會 抗議部分英國傳媒,報導西藏和北京奧運的新聞時,存在偏見 在曼徹斯特的英國廣播公司辦事處外面,也有超過一千個華人正在示威 他們朗讀公開信,譴責英國廣播公司的報導以偏概傳,將中國妖魔化 在美國華盛頓,就有三百個華人去到國會山莊附近,舉行和平示威 譴責撞毒分子,破壞北京奧運的聖火傳遞 又抗議美國國會,最近通過反華法案 有線烈士記者,胡云郡報導 正在美國訪問的南韓總統李明博,到大衛營和美國總統喬治布殊會面 討論到北韓核問題,將由胡云郡報導 喬治布殊和李明博會面之後,舉行聯合記者會 喬治布殊承認,北韓可能拖延全面申報核設施,他促請北韓履行承諾 他重新解決北韓核問題最有效的方法,是透過六方會談的框架進行 他又說,美國會根據北韓是否履行承諾,來決定美國會不會履行在六方會談所作出的承諾 而李明博就說,要解決北韓核問題,需要持久的耐性 他認為說服北韓放棄研製核武,的確有困難,但並不是不可能 李明博又宣布,邀請喬治布殊在今年夏天訪問南韓,進一步加強兩國關係 有線烈士記者胡云郡報導 伊拉克格局勢持續動盪,十二派武裝分子和政府軍繼續交戰 激進教士薩德爾,警告政府停止鎮壓,否則會發動戰爭 江家儀報導 在南部城市巴士拉局勢仍然緊張 政府軍成功修復,效忠薩德爾的武裝分子據點 沒收大批武器,多人被捕 薩德爾發表聲明,警告美伊部隊停止鎮壓武裝分子,否則會發動戰爭 他又懷疑伊拉克政府靠十二派的支持才能成立 又指責美國佔領國土,令伊拉克未能完全獨立,擁有主權 薩德爾再次要求,定出以美國為首的外國部隊,撤出伊拉克的時間表 另外,艾爾蓋達在伊拉克的分支組織,亦在網上發表錄音說 宣布要向美軍發動最新為期一個月的攻勢 而在薩德爾城,政府軍和武裝分子星期五激烈交戰 駁入附近的房屋以及汽車,造成百多人傷亡 在薩德爾城,政府軍和武裝分子星期五激烈交戰